以师父作画,就如同我们今天的许多电影翻拍经典文学作品一样,通过另外一种艺术形式来表现文学师父中的场景、人物故事、情绪等,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去重新认识文学师父。 在这项传统中,苏氏以及他的诗文大概是一位时常被后来的艺术家们重点表现的经典对象。乔仲长的后斥毕夫便是最早的一幅对苏氏的追思画作。 在这幅人物山水长卷上,乔仲长有条不紊的,按照苏氏的名篇后斥毕夫叙述着,让观者仿佛置身其中,陪伴着苏子,写酒与鱼,富有于斥毕之下。 在画面里出现的影子,说明是现实世界。 这一年10月15日,我从雪塘出发,准备回林高亭。 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一起走过黄泥板,途与两株柳,这时双路已经降下,夜全都脱落。 苏氏与二客,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抬头望见明月高悬。 四下里瞧瞧,心里十分快乐。 于是一面走一面淫湿,相互仇打。 过了一会儿,我叹息地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月色皎洁,清风吹拂,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怎么度过呢? 一个同仆正从客人手中,接过一条鱼。 一位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亡捕到了鱼,大嘴巴,细鳞片,形状就像吴松江的鲁鱼。 不过,到哪里去弄到酒呢?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饱藏了很久,为了应付您突然的需要。 就这样,我们携带着酒和鱼,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 其实它在睡大觉,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峻之耸,山暖很高,月亮显得小了,水位降低,礁石漏了出来。 才相隔多少日子,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 我就撩起一金上岸,踏着险峻的山岩,拨开纷乱的野草。 蹲在虎豹形状的怪事上,又不时拉住形如求荣的树枝。 攀上猛禽坐卧的悬崖,下望水神风仪的深宫。 两位客人都不能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 我大声地长笑,草木被震动,高山与我共鸣,深谷响起了回声,大风刮起,波浪汹涌。 我也觉得忧愁悲哀,感到恐惧,而静默屏息,觉得这里令人畏惧,不可久留。 回到船上,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 这时快到半夜,望望四周,觉得冷清寂寞得很。 正好有一只鹤,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一样大小。 尾部的黑雨如同黑裙子,身上的白雨如同洁白的衣衫,它夹夹地拉长声音叫着,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 林高亭城正面出现在我们眼前,正房中有一人躺在床上,前面坐有三个人。 过了会儿,客人离开了,我也回家睡觉。 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轻快地走来,走过林高亭的下面,向我拱手作一说,赤壁地游览快乐吗? 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 哦,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细了,昨天夜晚,边飞边叫着从我这里经过的人,不是你吗? 道士回头笑了起来,我也忽然惊醒。 苏氏惊醒过来了,他把门打开之后,没有看见任何踪迹,没有喝,也没有道士。 画面中,林高亭再次被以侧面表现,但仅见远门和篱笆的一部分,开门一看,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